《魅力女神》大家见得多了 女明星中有刘诗诗、高圆圆、刘涛、王立坤等人 他们虽然不是一眼看过去出众的类型 但却很耐看 而男明星也一样 胡德在内的这些魅力男神虽然年龄在往上增 但魅力不解仍然是许多人心中的偶像 那么他们当中你又更喜欢谁 魅力男神胡歌 男神胡歌从小时候的天外飞仙 开始就被观众们记忆 那个时候他和林一辰还很年轻 两人的演技是不用夸的 后来在神话中他饰演一小川 从开始的玩世不恭到后来的稳重成熟 而胡歌本人也已35岁了 在成熟的过程中他得到了更多的积淀 狼牙榜里的梅长苏 猎场中的郑秋冬让大家看到了更好 更有魅力的他 魅力男神霍建华先见吉侠转三 中的白衣倒是徐长青很帅很先 霍建华当时演的这个角色 和唐燕燕的子萱有三十的恋情 霍建华的颜值将人物角色拉高了一个档次 甚至和霍哥有的一笔 除了这部片 在花千古中他又是一身白衣 正符合他的名字白紫化 胡歌如今也38岁了 这段时间他又参演了如意传中的大猪蹄子乾隆 魅力还在 就是不知道林心如会怎么想 魅力男神陈坤在明阳花谷里 陈坤饰演明阳 那个时候陈坤还是一名小鲜兽 不能说很帅气 但有几分可爱 现在的陈坤42岁了 但魅力还是不可顾示 在热剧《天圣长歌》中他楚王年义 表面风流 实际上很有抱负 步步为营 网友们反映 陈坤实在是帅气 这样的一张高级脸 完全看不出年龄 当初在让子弹飞的时候 陈坤本人就说 你们看不到我过气的时候 魅力男神钟汉良有多少人 记得溺水寒中的顾西朝 虽然钟汉良在剧中并不是男主 但英俊帅气 滥杀无辜 却钟情心爱之人 那个时候的钟汉良虽然帅气 却没现在成熟的有魅力 何阳颖的孤芳不自赏中 也是独自挑大梁 结果不尽人意 但钟汉良的Fell还是有的 他43 比陈坤还要大一岁 但完全看不出这两人有多老 魅力值也是相当 魅力男神焦英俊 最后这一位魅力男神 比其他四位年龄还要大 已经50岁了 但你看他的照片 绝对看不出他的年龄 焦英俊出演的作品也有很多 《宝莲灯》里的二郎神 《我爱和东师》里的刘世杰 《魔幻手机》里的《有所为》等 他的魅力一直是属于 无论是哪一部作品 《有所为》等他今天的演出 《有所为》等他最 laut 《无所为》等他 《有所为》等于 《总体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